台積電宣布放棄進駐桃園龍潭科學園區三期 讓全台各縣市現在掀起了搶台積電大戰 屏東縣長周春彌喊話 屏東不缺水電而且日照充足 要盡全力爭取台積電到屏東 雲林縣長張立善也強調雲林有很好的條件 希望半導體科技產業落腳雲林 另外包括了台南嘉義縣跟高雄市也紛紛表示 他們已經準備好了 積極爭取台積電先進製程設廠 台積電進駐桃園龍潭三期 因為遭到在地居民反彈宣告破局 就怕護國神山出走 不只中央要極力把台積電高階技術留在台灣 地方縣市首長頻頻招手 屏東我們不缺水不缺電 屏東準備好了 我和縣府團隊會盡全力爭取台積電到屏東 相關產業的用地需求 我想我們地方政府一定會盡全力來滿足 桃園有很大的土地 在整個徵收的部分 那我想沒有太大的問題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那高雄有充足的水電跟土地 桃園拒之門外 其他地方可是強迫頭 連藍營首長都要爭取台積電來設廠 我們現在已經積極的在辦理各方面的用地的取得 整個半導體的科技應該是要落腳在雲林 雲林在所有各方面都已經配備完成 彰化縣長王惠美也在臉書發文 認為彰化市台積電建廠首選 縣府一定全力配合 但同為藍營 桃園市長張善政就被批評趕走台積電 不讓科技大廠落腳桃園 很多人都說你為什麼不講說去年 他們提早宣布這個不成熟的案子 然後葉苗助長讓這個案子還沒有成熟就破功 我說我絕對不講這個話 這是一個產業問題 我們不要落到政治口水的這個城市去 台積電先進製程 1.4奈米廠下一步該落腳何處 包括彰化 雲林 嘉義 台南到高雄 屏東都表態 至少六個縣市加入搶台積電大戰 紛紛發揮渾身借數 拿出最好條件迎接台積電 記者生活報道